目前沒有 為什麼沒有 可以不求償喔 放水打假球喔 為什麼可以不求償 所以我到底跟大家講 因為是老長官官官相戶 官股的錢不是你們的錢 所以可以不求償 可以這樣嗎 包括委員 我們是刑事案件 有刑事案件附在民視的求償 求償多少錢 沒有限定的金額 怎麼可能沒有限定的金額 你要提民視訴訟 要求償沒有限 那我先問你啦 你們損失多少錢 跟委員報告是15億 15億 來 議員損失多少錢 15萬的部分大約是57億 57億 15億的有求償 57億的沒有求償 來來來 損失15億的講清楚 求償多少錢 不好意思董事長 我在問你問題耶 損失15億的求償多少錢 那個您上來不是在上面打坐 我請問你問題啊 請你回答 沒有關係啦 我今天問題點出來了齁 請兩家銀行的董事長回去 準備書面資料 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 有沒有求償 如果沒有求償 理由是什麼 第二個 有沒有進行假扣押 有沒有進行財產的保全 要不然官司打多久 等到判決確定了以後 全部脫場 脫得乾乾淨淨的 拿債權憑證回家要幹嘛